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十一月五號 南部賴清德的競選辦公室正式成立 他打出了一個叫做 賴清德信賴台灣守護台灣 讓台灣更自由更民主 我真的說他怎麼有臉說這個 民進黨執政至今已經多少年 大家就是因為當初信賴民進黨選給他 但是目前我們看到的所有重要的公安勞權 這些人面臨了什麼樣的問題 你現在還敢打出信賴台灣 這樣子不要臉的口號 政客曾大衛 勞工都未來 我們今天來到屏東縣政府前面 我們主要的訴求是因為在今年的9月的時候 發生了這個屏東明陽的這個大火的事件 造成四位消防員的殉職 然後也有至少上百位的員工死傷 那這一起的事件 正是代表著在民進黨長期執政底下 連續執政底下這個屏東縣 在公安跟勞權上的倒退 包含說去解雇我們在地的這個地方工會的這個理事長 以及說在屏東的公共安全上面 明陽工廠可以在沒有申報 也查不出來的狀況底下 造成這次的漢事發生 我們認為屏東的這些事件 是做為民進黨長期執政底下的一個縮影 所以我們今天來到屏東縣政府 召開我們的記者會 那從這一次9月22 屏東明陽大火的這個案件 殉職案發生之後 我們也可以看到 殉職案剛發生的時候 政府都會出來說會重憂撫恤 可是我想要說的是 我們消防員在火場殉職 本來就應該撫恤 撫恤不是你給的福利 不是你的施捨 這是你政府本來就應該做的事情 這是法律本來就有規定的 我們基層真正想要的 除了撫恤之外 我們還要我們的生命安全 最基本的人命都沒有了 還賺那什麼錢 我們要的就是公共的安全 還有我們的職業的安全 還有我們的健康權 這些最基本的東西 透過這場大火 其實已經燒出了一大堆問題 那我們的屏東縣政府 還在這邊裝飾 還在假裝沒事嗎 屏東縣政府 除了協調也沒做之外 還有一大堆事情都沒有做 兩個月過去 風聲過了 一切就傳過水無痕了 當初都講得很好聽啊 可是現在 沒有人在關心這個事情之後 全都在拚大選 真正該做的事情 又沒有好好做 所以就是再次印證了一句話 就是今天公祭 明天旺季 我就問這個政府啊 我們到底還要殉職多少個消防員 還要死傷多少個一般民眾才夠 才會痛定失痛 來真正的來做改革 我們這一次公鬥的行動啊 主要就是針對一月份的總統大選 我們想要從台灣的最南端 也就是屏東 最弱勢最沒有人看到的地方 從基層的各行各業 把問題收集起來 往北走 一路往北走 我們最後要走到凱達格蘭大道 要走到總統府 要把訴求帶給三位 三組總統候選人 請問他們 對於從南到北 所有的勞工朋友們的議題 弱點 困境 他們有什麼對策 有什麼承諾 如果三組候選人 沒有辦法給出明確的承諾 我們要不要信賴他們 不要 那我們要把票投給他們嗎 不要 我們公鬥團體啊 從今天在屏東這邊開了記者會之後 明天將會正式的在高雄文化中心 起腳 開始我們的行腳活動 預計我們會走二十三天 最後在凱達集結 把這些訴求送給三組候選人 希望他們表態 那我簡單介紹一下我們的七大訴求 第一 請問是否願意改善低薪 好 大家都知道 普遍老百姓的低薪狀態 好 還有現在的高通膨狀態 好 大家生活的 是不是沒有像以前 那麼的自在快活 第二 勞工退休如何保障 好 我們都知道 勞工保險的問題 勞工退休的機制 充滿著問題 未來陸陸續續每年要退休的勞工朋友 到底未來在哪裡 第三 我們被砍掉的國定假日是否要增加 是否要增加國定假日 第四很重要 我們不要再讓消防人員殉職了 真的不要再讓消防人員殉職了 而且不只消防人員 各行各類都不能夠因為公安的意外 好 不能夠因為這種公共安全的疏忽 再有任何人命的損傷 因為每一個人命都是珍貴的 好 再來 第五 我們要健全長照 禁止奴工 好 大家都知道 現在台灣的少子化問題 好 全世界倒數第一名 我們未來 我們未來的人力到底在哪裡 那未來你我都會老 誰來照顧我們 好 未來的長照 以及政府想要開後門 好 讓所謂的外籍移工 進來台灣工作的種種問題 這個都需要大家來關注 第七 是否應該要降低工會組織的門檻 我們都知道 工會組織一定要有30個人 才有可能組得起來 那現在全國的工會組織率 大概只有7% 甚至不到 也就是說有90幾%是沒有工會保護的 那大家看到了 現場的各位 各個工會 有工會保護之下 還都如此的遍體淋傷 那請問各位勞工的權益 要怎樣被保障呢 又有多少企業 他可能整間公司 整間公司連30個人都不到 那請問他要如何組工會 如何去爭取他的權益 我們這一次的工鬥行腳 會針對這七大議題 從南到北 收集各行各業的意見 我們最後要嚴正的呼籲 三組候選人 我們要懇請賴清德 侯友宜 柯文哲 要針對這些不及格的訴求的問題 一定要趕快的擬出對策來 然後正面的回應我們的勞工團體 任何一組能夠照顧勞工團體 能夠照顧普羅大眾的候選人 我們再把票投給他好不好 好